盡興呢 多選 的操作 來我們從21題開始 來到21題呢 擺明的是一個什麼呢 彈性碰撞 看你對於這個碰撞的概念 熟不熟悉 來畫個示意 我們有加一米呢 三個五 多了 不過特本打算是頂點 是嗎 啊 充 並且呢,加乙的質量都是 欸 餅呢,各位 好像是欸 然後呢 我現在錄影了,不要操我 加呢,一開始呢 有一個速度B下就充 一開始的乙跟餅 都是進去的 好不好 則他跟我們說 最後,來 所有的碰撞都結束後 各物體的運動速度速度效量會很正確 那你就要分析 我到底這三個人會怎麼碰 來分析,那第一件事情 因為我所有的碰撞都是彈性碰撞 所以你要知道 甲根你會先撞,可是甲以質量相等 彈性碰撞,質量相等的物體正向彈性碰撞的時候 速度會交換 所以第一次碰撞呢 甲會把速度Gaze up OK 然後甲就變什麼了 它把ESD 好,然後以哪邊一個速度B向 好 然後呢,接著呢 那 以一個V速度向右之後 接下來就是以跟柄要做碰撞 OK 所以第二次是誰 第二次是以撞柄 所以變成是以一個V來撞柄 所以這時候你就要進行什麼呢 彈性碰撞的碰後速度的一個計算 所以你就要對於呢 碰撞的這個 怎麼算這個 碰撞時候的速度要有影響 你還記得嗎 老師有說過 我們是不是有一個碰後的公式 什麼V1碰撞多少 M1加M2分之 M1-M2 的V1那些東西有沒有 然後我告訴你那個要不要貝 怎樣 我那個不要貝 我從來不會用那個人來解體 很少 我都用什麼解 記一個概念 V1碰 2VC-V1 通常1號就是撞 撞人家那一個 可以嗎 然後背中那個呢 是2號 2VC 用這個去想 公式在這邊 2V3是背中那個 所以現在這個呢 乙就是1號 丙就是2號 OK 好那接著呢 VC是多少 你就要來看嘛 你看的乙跟丙的這個系統 它們在互狀的過程之中 它們的所謂的 執心速度是多少 還是很簡單 你看 以呢 質量為M 以一個V呢 向右撞 好 它可以視為什麼呢 有動量的什麼 我們可以知道 它可以視為呢 質量為M跟2M的 這整個整組系統呢 以一個VC在運動 所以就可以知道 我們的 VC 磁心速度就是多少 來 3分之1 3分之1個V 可以嗎 好這次就可以帶進去 來 V1 來 VC 3分之1 V 3分之2 V 減掉原本的V1 原本的V1 就是誰 下面有一個V 減掉V 所以它會是一個負的3分之1V 老師 什麼是負的 代表它會反彈 代表它會反彈 可以嗎 那V2 ProM呢 就是比被撞施的速度多少呢 因為比例開始是靜止的 所以它的V2呢 是比 所以它的墨碎就是多少 3分之2V OK 好所以再來呢 第三次呢 比是3分之2V 走掉 然後呢 乙呢 會反彈回來 以3分之1個 V反彈回來 可是乙反彈回來的時候呢 前面有一個誰擋在這裡 有一個甲 因為甲剛剛是不是靜止 對不對 所以你就會乙跟甲會再進行一次什麼 速度交換 所以最後呢 來 紅色是最後喔 紅色最後喔 就是怎樣 甲 會3分之1V 向左走掉 以呢 會怎樣 靜止在這邊 再進行一次速度的交換 所以最後的狀態呢就是呢 甲3分之1向左 以靜止 比3分之2V向右 OK 所以呢選項呢 就全部都清除了 所以要選誰呢 B C E I'm staying 好可以嗎 現在看這個設定 來看這個設定 小心喔 這是一個單俠門的繞設 有一個圖呢 我們稍微畫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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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平行光照到單俠門 來 他說什麼呢 來 俠門的寬度是低 波長是浪檔 路設光波長是浪檔 好 今天呢 屏幕邊緣呢 有一個Q點 跟我們的俠動的中垂線 夾角格 叫做Sita M 好 這也是我們的繞設角 可是啊 他說最後啊 我在屏幕上面啊 無法或說 沒有觀測到 所謂的繞設的條紋 看不到所謂的亮暗相間的條紋 那麼 這樣 是為什麼呢 為什麼我看不到條紋 要選出這個原因 所以這題 哪個型號 這題比較少見 這題比較少見 你看喔 思考題 他有時候會問你一個反向思考的問題 所以呢 到底是為什麼會 看不到落色條紋呢 我落色為什麼沒有成功呢 來 請看A選項 A選項是什麼 來 D大於大於浪 先搞清楚喔 我們現在的前提是什麼 No落色 我們現在討論是針對沒有落色的原因 在討論喔 不要落色頭 好 那第一大於大於浪打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我的小放很寬很寬很寬啊 那波長很小啦 代表我的光波可不可以直接順著就過去啊 需不需要落色 需不需要落色 不需要吧 對不對 所以我不會沒有落色的條 我不會 所以這是不是呢 沒有落色的原因 是 A打過 再來 B等一下看 我們先看C 來C 陸聖光太亮 是不是因素 我告訴你根本不是 陸聖光太亮 根本 太亮或是比較暗呢 都不會 都不會 是你 能不能產生 落色的原因 所以C打X OK 然後呢 再來 1 注意了 陸聖光是單色光 欸 陸聖光是單色光 是 無法造成落色的原因嗎 No 單色光是我們呢 落色的必要條件 所以它不是 不能產生落色的原因 所以呢 這個最後一個B化掉 好 再看主 來陸聖光不聚法不聚化解 沒有同調性 來 同調性這件事情呢 相當的重要 我們從呢 雙峽控干涉的時候 就有強調過了 如果你要能夠產生 穩定的 比如說 干涉調和 或是落色調和的話 你的陸聖光就必定要是一個 單色的 同調光 好 所以今天沒有同調性的話 你自然就無法呢 好 產生落色的結果 OK 好 所以這個是原因喔 這是沒有落色的原因 所以主打夠 好 這個呢 下一個選項呢 是相當相當呢 細節的一個內容 B選項 先看 B選項要在幹什麼呢 你看它有一個所謂的 D-Side-Side-L 就這個角 那你就要知道 D-Side-Side-L 這個是一個什麼呢 就是一個什麼 光層叉碼 好不好 我們在最高的時候 你看我們最高的時候 是這樣子 然後呢 我會有個總光的搭在這裡 有沒有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 有沒有印象 因為這個角會等於什麼 這個角 OK 這些都不搞過喔 OK 好那今天呢 如果你在屏幕上面 無法得到任何的 幹涉調和 唯的原始 你知道嗎 中央亮帶太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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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你根本不知道 知道的時候都會鬧色 大家不要解 那如果我去抓 它最靈界的條件 什麼意思 就是說 我今天呢 中央亮帶 如果剛剛好 把整個屏幕都佔滿的話 那會是什麼情形 還是注意 看好不好 來 今天你要知道一件事 什麼事情呢 如果這是中央亮帶的話 好 這個快速是多少 是一個Data Y 是一個Data Y 可以嗎 好 並且呢 你要 能夠產生中央亮帶 的條件是什麼 的條件是什麼 還是什麼 你還有印象嗎 你的轉光很差 來 可以表現成什麼 知道嗎 可以表現成L 讓桿 屬於什麼呢 屬於D 好 可以表現成L讓桿 屬於D 然後呢 它也可以表現成什麼 你知道嗎 它可以形成什麼 你知道嗎 D的Tangent 先來 然後如果說 我們這一段 想要放到皮膚具是L 的話 Tangent C在哪裡 看這個角 對邊 零邊 所以Tangent C 好不好 它可以進食成什麼呢 所以等於什麼呢 來Data Y 分之什麼 這個L 可以嗎 其實這兩個東西呢 是相等 我們把它撿過來 好 好孩子 那接著 最後 我們要判斷的依據是什麼 我的 D-Sign C 到底要等於多少 我的重要量帶 才可以剛好把這個屏幕給塞滿 好 這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重要的關鍵 OK 好 等一下喔 看一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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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沒錯 來注意了 但是喔 我們這樣顯示沒有錯 但是你要記錄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如果把中央亮帶呢 讓整個屏幕給塞滿的話 這時候你要寫啊 你會說老師 還是中央亮帶 的總光神差 視頻 你有沒有印象 你有沒有印象 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 你要看的不是中央亮帶 因為說亮帶太寬了 你現在要看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你現在要看的是它 小心這個細節很細喔 因為中央亮帶 不如在這邊的話 你接下來的這個瞬間 一定是什麼 是不是一定是暗文 你在說你到哪 光神差到這個位置 到這個Q點 你要是第一暗文 OK 如果你的光層差到Q點的時候 剛好可以產生第一暗文的話 是不是你上下都是第一暗文 如果你上下都是第一暗文的話 是不是你的座亮帶呢 就把整個屏幕都給呢 占滿了 對不對 所以呢你就知道了 現在 你的總光神差 如果要在呢 Q點產生第一暗文的話 它必須要給什麼呢 一倍的浪 你必須要給一倍的浪 可以嗎 好 那今天呢它說的是 我不能產生浪色 我不能產生浪色的話 代表你的第一暗文 就要比一倍的波長 來的大還是大小 我告訴你呢 你要來的比較小一點 如果你無法產生浪色的話 你的第一暗文字塔呢 要比一倍波長來的小 好 如果你不要來的小的話呢 你就會超出外面 你的狀態就會超出外面 所以整片屏幕都會是亮亮的 你就看不到浪色的選項 好不好 這個選項呢 堪稱是這一份考卷裡面 最難理解的一個選項 好 你們試著聽聽看 試著聽聽看 試著聽聽看 可以嗎 好現在看23D 好還是請看 來這是一個單擺在均勻吃場中 的一個問題 欸這題目很重要喔 來吃場在這邊 插插 來 然後有個夾角可以嗎 來 注意了 題目說 這是一個C塔 來 然後呢 我盪到另外一邊的時候呢 可能會有另外一個C塔 有一個 好第一個小型就跟我們說 請問你 當我這個單擺呢 從右邊 剛剛剛剛最左邊的時候 最左邊的時候喔 請問你 這兩個夾角誰到誰小 還是我告訴你 一定會怎麼樣 一樣 因為單擺一定有什麼性 對稱性 對稱性 好不好 這兩個角度會一樣 好 可是為什麼它會有對稱性 還是有些細節在喔 我告訴你 它告訴我們說這個 擺錘啊 是有帶電的 而且是一個帶正電Q喔 然後質量是M喔 我在這個擺動的過程之中啊 磁場 有沒有給我作用力 有沒有實力 有沒有 當然有嘛 FB等於什麼 來帶電力只在均勻磁場中 然後有受力叫做QBB 可以嗎 OK 所以你會發現呢 我在這個擺盪的過程之中呢 我都有受磁力 而且磁力的大小是固定的 還是不固定的 我告訴你一定不固定 為什麼 因為我擺盪的過程中呢 我的速度快慢都沒有一致 是不是 我的速度快慢VB並沒有一致 然後呢 我的磁力方向呢 也會隨著我擺盪的方向 而跟著調整 所以我磁力都在變動 可是請你幫我聽一件事情 磁力 記一句話 磁力 永遠 不對 帶電力只 做功 這句話背下來 磁力 永遠 不對 帶電力只 做功 磁力 對帶電力只 好不好 好 實力對帶電力只 所做的功呢 永遠都是你 永遠都是你 可以嗎 OK 好 所以你接受這件事情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 既然你實力不做功 好 然後呢 你繩子呢 有張力 可是張力呢 跟我們的運動方向來都隨時推遲 張力也不做功 那你唯一有作用的重力就是誰 就是重力 可是重力是什麼力 還是它是爆手力 所以這個單擺呢 在整個擺動的過程之中啊 它的力學能呢 還是守門的 它的力學能還是守門的 所以依據這樣的條件 來 B就對了 吃不做功 打功 擺動的過程之中 重力永遠做正功 是嗎 來 你看喔 你就用想著就好了 來 我擺檔下來之後 速度是不是增加 所以這一段過程呢 重力做正功 往上速度這個又減少對不對 重力做什麼功 復攻 好不好 OK 再來看 好 先看1好了 來 小球賽面多過程中所做到的 重力跟磁力均為定值嗎 好 來重力跨線 定值對 磁力呢 好不好 磁力QVV一直在變喔 所以1絕對不對 然後我們剩下一個珠呢 要來做一個計算 好 來了 接著我們看什麼呢 來看書 來看書 打孩子看書 小球在第一次通過最低點的時候 繩子的張力是多少 多少 來注意喔 題目已經 這幾個好奇了 他已經告訴我們了 這最低點的速度 勢必他已經告訴我們 然後一定是向左 OK 因為他說第一次 可以嗎 第一次到最低點 所以是這樣過來 第一次喔 這個瞬間 神張力是多少 還是很爽 不要用力了 單白在尺瞬間 可以視為他在做什麼運動 他尺瞬間 他是符合原作運動的概念 為什麼 他繞著同一個固定點 在做一個半徑相同的旋轉 OK 所以你要用原作運動的角度來思考 所以你要做原作運動的話 其實概念很簡單 所以現在 這個小球呢 他有刷一個向心力 這個向心力呢 然後困到指向為M的物體 以擺長L呢 進行B 的速度 的圓軸運動 不是這樣子嗎 對不對 那今天向心力到底是誰 那你就要分析 這個瞬間 指向原心的力量 有哪一些人 我們要分析 來 先看 第一個 一定有誰 神張力向上 接受嗎 然後 還有誰 重力向下 還有什麼 右手拿出來 帶正電的例子 速度向 磁場技術可以嗎 磁力向下 可以嗎 所以呢 我的磁力呢 是向下 好 接著來分析 看好囉 一個向上 兩個向下 請問你 向上的力 會比較大 還是向下的力 會比較大 向上的總力比較大 還是向下的總力比較大 當然是什麼 一樣大嗎 當然是誰要比較大 我現在在做一個向心的 這個運動耶 我要有向心力耶 我要有指向原心的力 我需要指向原心的力 所以誰一定要比較大 向上的張力一定要比較大 可以嗎 所以呢 我的這個向心力是誰 張力 扣掉誰 重力 再扣掉什麼 再扣掉我的磁力 叫QVV 這些力呢 才能夠讓我質量為AM的物體 進行呢 L為半徑 V的速度 可以做運動 所以經過一下 就可以把張力轉出來 就是多少 MG 減掉 加上QVV 再加上 M V 平方 除以L 好不好 好 這次呢 23組 OK 好可以的話 是不是剩下一個 2 1 2 3 3 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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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謝謝 好,再來最後一題 20試題 哇,很累 好 來,多選最後一題 好,來,這是一個練學的問題 來,請看 圖形 來,開始看看 來,他說這是一個 密尼卡油力實驗的裝置 兩個平行的電板之間的間距 再做D 接上電源之後 如不所示 如果把開關S按下去接通 來,不准把它接通 什麼意思 充電 然後呢 正正正正正 復復復復復復復 上面呢 帶正電的一個電板 下面是帶復電的電板 OK 並且他說 如果有一個 直量為M 帶電量為Q的 小油D 在平行板前靜止 好不好 把靜止普通話 寫合例的問題 好不好 折 這個M 直量M 帶電量Q 折 下面的問題 何則正確的A 小油D在正電 來,小油D在正電 你還是繼續看 我把這小油D拉出來好不好 小油D有個MG向下 有質量 一定有個向下的重力 那你就必須要受到一個什麼 向上的力啊 你的支撐 你才會近視不動嘛 可是呢 你就要來分析啊 我上面是帶正電耶 下面是帶復電耶 所以要能夠得到一個向上的力的話 你本身這顆電 的這個D值呢 一定要帶復電 因為負正 正負會向西 把你往上吸 讓你得到一個什麼呢 QE 的一個電力 的一個力量呢 當你撐著 然後呢 你才能夠 讓你這兩個力量 相等 進而進視不動 所以呢 這顆力矢呢 應該要帶復電 小油D拉 好不好 這個小油D應該要帶復電 好 再來看 B 先看豬跟1好 來看豬 豬沒有喔 B1RD實驗不是測光尺質量的 是測什麼 基本電荷電量 所以豬化差1打勾 好不好 好 接著再看B根柱 來B根柱就是一個呢 平行電板之間的 電廠 大小 以及呢 電動式的一個關係的計算 題目已經告訴我們什麼了 我看一下喔 好 題目並沒有說 電池的電動式是多少 對不對 然後其他部分的是 電動式是多少 來 我們來看這個 B選項 來 來 看B選項 那電動式要怎麼算 思考還是思考 來 電動式就是EXO 電動式在平行電板之間喔 來注意喔 假設這個是EXO 可以嗎 代表 我上面這個正電平行電板 我這上面的正電板跟下面的正電板 之間的電位差 就一定要是多少 一定要剛好是EXO 所以呢 我這邊這樣寫喔 我這邊會有一個呢 V上 會有一個V下 OK 它會來什麼呢 V上-V下 也就是呢 兩個平行電板之間的電位差 跟電池的電動式會更好是一樣的 可是呢 在平行電板裡面呢 有一個重要的關係 你的平行電板的電位差 會是呢 你的平行電板之間的什麼呢 電場 跟平行電板之間的距離相乘機 一個概念喔 平行電板裡面的電場是均勻的 是均勻相向的 你要知道電場是多少 再乘以平行電板之間的距離呢 就會得到呢 這兩個平行電板之間的電位差 好不好 這是呢 必然要知道 好 所以如果是可以這樣的話 代表什麼呢 代表你只要知道 電場 平行電板裡面的均勻電場是多少 齁 就可以切按照碼 那怎麼找呢 就要從我們A水箱剛剛去找 因為我們知道 此時的QE 它必須等於MG 也就是你這個 平行電板裡面之間的均勻電場 應該是MG除以什麼 除以Q 好 或是MG除以Q 再把它帶進來就結束了 所以我的電動式呢 會點多少 來A0 G D 除以什麼呢 來Q 這就是所有電動式 所以B要不要選 來B要選 C C C小型呢 它說 將平行電板間距加大 也就是誰要變大 D要變大 好 D要變大 可以嗎 該小流D 會停止 D 該小流D 會停止 D 是這樣子嗎 孩子 這個時候你要必須思考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我間距 這個D變大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要知道一個概念 這個地方是一些細節 欸 你看我這樣 我D變大了 所以還有什麼變大 對不對 所以有什麼變大 對不對 答案 答案是什麼 不對喔 為什麼 我同樣的一組電池 我的電動式是固定的 我同樣的一組電池呢 我供給兩個平行電板的電動式是固定的 所以 你如果把這個平行電板的間距拉大來 特別小心喔 把平行電板拉出來吧 電位差 黑馬EXO 這個EXO是電池給我的 所以這個電位差一定是固定的 那如果我今天把間距加大 變成大D 好不好 它加大 會發生什麼事 你就想一件事 你就想一件事就好了 這個間距一定跟誰有關係 知道嗎 裡面的電場嘛